哈喽,大家好,我是小七 我现在去火车站接我丈母娘 我丈母娘今天从佛兰州口坐火车过来 他是四点钟左右到 现在是两点了 我提前过去等我丈母娘 现在准备出发了 现在去广水火车站的路上 我现在到了广水火车站 待会儿我丈母娘跟我二姐的话 他就从这个出站口出来 我去看他这个车次有没有晚点 在这里等一下他们 现在离他到这边的时间 大概有一个小时左右 我在这里等一个钟吧 刚刚我老婆发信息过来跟我说 我丈母娘这个车晚点半个小时 我躺在车里睡一下觉 等一下来了就有精神开车吧 因为火车站离我们家有二十多公里 现在到了四点半 因为这个车已经晚点半个小时 我现在还在这里等 因为我丈母娘从荷兰赶过来 大概全程有三百五十公里 入计的话时间是四个小时十分左右 结果晚点了大概要五个小时左右 所以说应该特别辛苦 待会我现在去出站口这里站着等吧 我提前了两个多小时在这里等待 因为丈母娘这么远过来 我必须表示我的礼节 所以说提前在这里等待 因为这么远过来一次也不容易 所以说雨儿远嫁嘛 都挺不容易 走一次亲戚也很麻烦 刚刚我在里面看了一下 这个车现在大概晚点两个小时左右 应该还要在这里再等好久 待会他们在车上应该没有吃什么东西 应该很饿吧 待会我去带他们去吃点好吃的 现在已经到了晚上六点钟 我丈母娘的这个车是已经晚点两个多小时 还没有来 估计还要一个小时左右才会到 不知道今天这个车怎么回事 晚点这么久 现在还在外面等待 好了 现在我丈母娘跟我二姐 现在已经发信息跟我说已经到了 我现在去出站口等她 现在看到我丈母娘他们了 好了 现在到家了 接到了 我赶紧炒菜 我们一天都没吃饭 人家饿了 好了 菜都炒好了 准备吃饭了 这个是老儿 姐不说你来 吃饭吧 好了 刚刚也弄饭 我丈母娘跟到我姐也吃完饭 他们现在已经上床休息了 现在是九点半了 他们今天坐车坐了七八个小时 也确实太累了 晚上也没有怎么吃 因为没胃口 然后就早点让他们洗了睡 明天我早点起来买菜 然后弄点好吃的让他们吃 今天确实大家都挺累的 然后 丈母娘这么远来一次也不容易 所以这次拿来就好好款待一下 好好招呼一下 丈母娘从河南来到湖北这么远 还给我们带了很多礼品 吃的水果 鸡蛋 牛奶 然后还带了我宝宝穿的衣服 反正带了非常多的东西 特别有心 这么远还带这么多东西过来 然后还包了很多红包 给我的小宝宝 是非常开心 好了 今天我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给我点个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